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遙遙 六瘋摘二 明天就要開放了 這次摘二級的場景劑不是手電筒 而是一個全新的混沌值 每個回合結束就會累積20%的混沌值 那跟瘴氣一樣 你只要累積到100% 不管下回合你有沒有轉出都是直接死去 所以這次要通關的話 基本上會很倚重腐化龍科 你只要每帶一顆腐化 混沌值就減少5% 換言之就是帶滿4顆 這個場景劑就可以直接無事了 先幫新手或回國玩家科普一下 腐化龍科製作方式就是 把你的瘋王拿去分支進化 進化成侵蝕型態的瘋王之後 再把他拿去做成武裝龍科 就會變成大家在談的這個腐化龍科了 很多人會問到腐化龍科 應該要先做哪一顆 要做幾顆 做幾顆可以先給你懶人包啦 至少3顆 副隊長再加1顆就剛好4顆了 真的能力不足也要最少最少做到1顆 加副隊長總共2顆 8-2這裡有個附加消除 可以把你的混沌值消掉 但前提就是到這關之前 你不能失誤太多 不然混沌值累積到100%還是會死 反正如果你沒辦法整隊湊到4顆 看你要硬A到8-2消掉 還是自己帶復消都可 混沌值是左上角的狀態 是可以被擠掉和消掉的 至於誰先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這次關卡 不管是內容還是成就 幾乎都是在舒服給我們的 最新木妖黑金新科技打擊 所以如果你有打擊的話 我會建議先從妖精腐化著手 目前我們神魔裡面存在的腐化龍科 就是畫面上大家看到這幾顆 其中妖精還比人家多了一顆 很多人就會好奇 一封跟四封的妖精腐化 我應該先選擇哪一顆 其實這兩個差異最大的就是一封腐化著重在輸出 四封則是著重在回血 要我選擇的話我會選擇一封 這次打擊的副隊長沒有辦法帶上彈珠露西法 不管你副隊長要選落打椅還是約飛 甚至你說死車局 在平坎的輸出上 可能會跟平常各位玩的時候有落差 尤其是齋二級關卡的怪血量都是百億起跳 這時候用一封的腐化龍科來補齊輸出 我覺得是再適合不過了 可以看到一封的武裝能力有一個選項是 消到妖竹符石就有自身1.5倍 打擊全妖的配置下隊伍技每回合都會幫你轉妖竹珠 要達成這個條件是非常容易的 而且武裝能力這邊還有一個bonus選項就是可以加秒 對於手轉比較不擅長的玩家也可以稍微有力一些些 龍兵盒的話則是回血非常的猛 你如果是想在王關最後的核心自己造強化珠跟他對魔的話 龍兵盒就會非常好用 畢竟旁邊那隻把你回復歸零啦 這種特殊回血方式可以派上用場 不過整體來說我會比較不建議啦 你要打齋二的時候前面應該都打到快兔了 後面還要跟他對魔翻車率就是相對提高 那再來就是打擊畢竟是全妖 隊伍技又有全監權200% 回血方面是不太會有問題的 滿血又有一個根性所以也不用回太多 這也是為什麼整體要我選擇的話 我會比較傾向一封的腐化 再來是龍神獸的腐化 如果你沒有打擊 不管你是要用莉莉絲還是克魂 都可以先做龍類的腐化沒關係 克魂本來就是龍就先不說了 莉莉絲的話很多人都會拿 異轉毒龍來做一個常駐增傷嘛 這時候腐化就可以派上用場 莉莉絲剩下的隊員就是看你比較常帶哪些種族 獸比較多就先做獸 神比較多就先做神 那如果這兩個一線黑金你也都沒有的話 你說要用妖精一線的洛達蟻 或是龍一線的伊連尼亞行不行 當然都可喔 獸的話如果你想拿奎內賽硬拼 也是可以優先做獸族腐化 此時腐化龍顆如果沒有出現同種族的第二顆 就沒有好壞的區別 先做哪個都可以 講到第二顆的話 其實露西法開放的同時 也會出現第二顆神族腐化 你如果是想要用神族隊伍去打災厄 先把露西法做成腐化之後再打其實也OK 至於奧丁的金戰盒 跟露西法的羽翼盒要怎麼選擇呢 這兩顆的話都是著重在傷害的輸出 真的要我選的話我會選擇奧丁的金戰盒 武裝能力的條件會好達成一點點 露西法的羽翼盒不只要消神竹竹 還要同時消光暗才吃得到完整倍率 相對就是比較考驗你隊伍製造種竹竹的能力 還有手轉能力 OK那以上大概就是簡單回答大家一下 腐化武裝龍客的問題 大家對於六風災厄還有什麼看法 也都歡迎下方留言討論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